哼,你瞅瞅这V人Pro发售,这叫一火爆 厨子亲临现场,还和现场的购买者都合影留念了 哎,但瞅瞅这个强大的小伙伴多开心 库克还给他的V人Pro签名了呢 嗯,真羡慕,但只能看看人家在现场多风光 我就只能在这看视频 哎,但他那台签名的V人Pro呢,就在我这儿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夕 昨天我们小伙伴打飞滴 直接从美国历经辗转来到维方 就为了今天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 Tim库克亲签版的V人Pro上手体验 等等啊,你们还记得未开封的iPhone初代拍了多少钱吗 初代V人Pro还带着CEO签名的版本 就要这么被我拆了 还不赶快给我两个币回回血 还有啊,我们动态还有新年大抽奖 关注转发即可参与 预祝各位一路勇拿大奖 别的不说苹果这包装设计 还是一如既往的天花版级别 先看看里边还有啥东西 哇,这包装设计 哇,这静步 尊贵的果味 另外呢,还有面罩和头戴 尊贵的苹果 哇,还有这尿袋 啊不,不是 V人Pro牌的充电宝 虽然个人不是很喜欢 一体机用分体电池 但这个电池的用料质感还是没得说啊 与之配套的 还有一个额外的充电线 还有这个充电头 还是30瓦的 这也太不环保了 苹果什么时候开始 How dare you 诶,开箱是到此结束 时间紧急 我先说说我的上手最直观的感受 首先是外观 V人Pro铝合金 玻璃 织物 各种材质搭配在一起 是非常的和谐 现实面上 不论是一体机 还是PC VR的整体质感 这些传统VR眼镜和V人Pro一比的话 说真的 那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不过他们毕竟价格也摆在那里了 V人Pro的设计风格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号的苹果手表 主要的操控和旋钮 和Apple Watch的表观 也有着异曲同工之表 电池通过类似于MagSafe的接头 连接 这样一锁就锁住了 得以磁性面罩和织物头戴的设计 一开始佩戴接触的感觉 还是很舒适的 但是就是又是金属又是玻璃的 长时间带就还是很压连 勾换这个附送的配件是很方便 但呢 就很丑 哦 对了 V人Pro呢 没有趋光度调节 虽然官方提供了近视镜片配置 而且还是彩丝的 但这么说吧 那配两副镜片的钱 都能直接去做个近视飞秒手术了 不过没关系 相信某宝马上就会有 全套舒适配戴解决方案的 而且重就重吧 不重的话 怎么感觉这好几万块钱 在我头上呢 哎 那个小助理 给我把我的博套拿一下吧 嗯 这样就感觉好多了 V人Pro的外部显示人眼的效果 也就是所谓的穿透模式 我个人看起来感觉一般 并没有宣传片中效果那么好 只有纯正面看你才不像个傻子 但好在光效很炫酷啊 这套设计就相当于你佩戴V人Pro后 与外界的交互 打破了之前佩戴传统VR眼镜 对于世界的割裂感 并且它能让旁人知道 你是否在穿透模式中 个人觉得这种做法有革命性 不亚于降噪耳机的通透模式 那最经验的还是从内部看过去 苹果这个穿透模式 真的是非常清晰 是我认知中最清晰的 没有类似Quest 或者Pico那种多镜头拼接机变 虽然还不是那么完美 但可能已经是现有技术 所达到的标根了 它不管是屏幕还是摄像头的素质 确实能让你在某一瞬间 感觉自己看到的 就是外界的真实环境 所有的操作和交互 都非常符合直觉 整个系统的设计 真的是立大功 这才能是配称错MR好不好 那其实现在来说 微人Pro的应用并不多 我常用的思维导图X1的 这几天倒是更新了 微人Pro的版本 我就可以在外部空间背景下 直接开始我的头脑风暴 如果我需要一个沉浸式 无人打扰的状态 我就会再带上我的AirPods 然后将背景换成一个风景 比如山景 海景 哎我的天哪 太沉浸了 那也可以想象自己在海边豪宅办公 或者在沙漠中拖到风暴 甚至海底里宇宙中 那不过这种模式下 最好不要有小偷来偷我的东西 因为我真的看不见啊 有消息称 米哈游的崩坏星穷铁道 会在不久的将来登陆Vision Pro 小伙伴们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还有一点功能 就是作为Mac电脑屏幕的延续 这就是个妥妥的效率放大械 我刚用一会儿感觉非常好 它会把你各种页面投射在空间中 你只需要转头就可以操作相关的页面 并且这种转动的感觉很丝滑 那时间有限 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做深度的iPhone 加Mac 加Vision Pro的生态体验 那照我来说 现今上述早期的Vision Pro 其实是缺乏了一些杀手机应用的 但已然能看到在办公和生产力方面不俗的潜力 相信凭着苹果的生态号召力 Vision Pro这件产品的使用体验 也一定会更加日新月异 后面多场景使用和新的应用 等小夕发现有趣的环节 也会在第一时间同大家分享 不过毕竟这次Vision Pro 面向的更多是开发者 算不上零售产品 你瞅瞅这第一部Vision Pro 都有一半都是咱博主买的 咔咔做视频 妥妥的生产力工具 那与其说Vision Pro是一款MR产品 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MR行业的标杆 就像iPhone是智能手机的标杆 引发了新的智能手机潮流 小米MIX是全面屏的标杆 引发了全面屏手机发展潮流 三星Fold是折叠屏标杆 引发了折叠屏手机发展潮流一样 在Vision Pro之后 这种VR AR眼睛厂商 有了更多可以寻找的方向 曾经不少厂商以VR元年的口号喊了好几次 但这次我看苹果算是真的把这个元年给带过来了 那时间紧任务重 接下来我们会对Vision Pro进行更多场景的体验 感兴趣的话不妨点个关注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下期再见 什么时候开始 小鬼 相信某宝很快就会有 是 相信某宝 我想把它稍微解释 再往后